大家好,我是小银 夏天到了,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 但是龙虾处理的不好,就会非常的脏 其实在家里处理龙虾,你只需要简单的试补 就能吃到干净卫生比饭店还要好吃的小龙虾 第一步,清洗小龙虾很多人只用清水洗 其实清水很难洗掉龙虾上面的污垢和细菌 只需要加入两大勺盐 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再加入适量的白醋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浸泡20分钟 这样就能够很好的溶结龙虾表面的污垢和粘东西 第二步,把浸泡好的龙虾表面用刷子刷一刷 这样刷过之后表面就非常的干净了 小龙虾最脏的其实是头部 我们在这个位置剪下去 然后调出里面黄黄的东西 像这样就可以了 第三步就是去除龙虾的腮 我们抓住它的细角,轻轻一拉 两边的腮就很轻松地拉出来了 腮是过滤水中杂质的,也是比较粘的 第四步,取出龙虾的虾线 很多人认为去除虾线,龙虾的肉质就不Q糖了 其实是没有掌握好烹饪的方法 等一下就告诉你正确的做法 按照这四步,龙虾就处理得非常干净了 然后再倒入清水,多清洗几遍 洗至随便的清澈就可以了 我们这样处理过的龙虾就非常的干净了 先放一盘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配菜 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先切成厚厚的薄片 再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姜末 姜末可以多切一点 去腥的效果好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再加点灯笼椒 然后用刀把它切碎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来准备多一点的大蒜 先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蒜末 如果家里有拉蒜器 也可以用拉蒜器 切好的蒜末 我们用清水把它清洗一下 不然做出来的龙虾会发苦 洗好之后放一旁控水备用 起锅加入少许油 很多人做小龙虾都用油炸 那样的话虽然肉质Q弹 但是炸虾的油非常的浪费 油温烧热之后把小龙虾夹进来 然后盖上盖子 高温能使小龙虾肉质快速收紧实 比锅油的好操作还节省用油 像这样轻轻晃动锅子 大概60秒左右 然后打开盖子 哇 这颜色非常的诱人 然后再用铲子翻炒几下 炒个五六七八下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盛出来 装入碗中备用 锅中留少许底油 下入姜末 蒜末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放一点灯笼椒 然后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再把龙虾夹进来 然后继续翻炒均匀 充分的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再加入一瓶啤酒 适量的蚝油 一勺白糖提鲜 一小勺胡椒粉 然后翻炒均匀 炒匀之后盖上盖子 大概煮12分钟左右 时间一定要足够 这样更加的入味 而且吃起来也更加的放心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看看 哇 好香啊 最后加一点点鸡精 然后快速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一道干净卫生的家庭版 双容小龙虾就做好啦 香味十足 超级的好吃 这样做菜的小龙虾肉质鲜甜 喜欢吃辣的朋友可以多放一点辣椒 自己在家做经济实惠 又干净卫生 最后再把锅里的汤汁也倒进来 这样做的小龙虾 吸煮了汤汁 它的口感鲜甜又多汁 而且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 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